现在赵亚敏热烈掌声欢迎郑佳琪主任 好,那原置管院的部分呢 可能各位家长同学是想要了解说 我们原置管院可以为各位同学跟家长带来什么 那这边要跟各位家长同学解释 就是原置管院我们可以为你带来哪些资源 然后帮助同学在学习过程中可以获得这些资源 然后让他未来可以有更好的发展 那所以呢,其实原置管院可以提供给你们的资源呢 其实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看 那各个方面呢,可以提供给你不同的资源 首先呢,大家应该知道呢 原置呢,是远东集团创立的学校 所以其实我们从远东集团的每年 其实可以得到很多不同的资源 那如果家长同学有进校园有看到右手边 我们现在正在有一个建筑正在施作 那这个建筑正在施作是我们在未来的时候 会在几年后完成的一个艺术校园 那长得会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也是经过远东集团 徐旭东董事长的资源 资助 所以我们呢,有这样的一个规划 那校园当中 其实如果家长同学等一下可以看看校园 会发现我们呢 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 在调整,在更新 不管在软衣品方面 那这个是因为呢,从远东集团 我们每年会得到他的一些不同的资源资助 所以在从远东集团那边 我们基本上每年都会有非常丰富的资源 从那边获得 另外呢,那这是学校远东集团的部分 另外,原置管院呢 还有哪一些部分可以让家长同学了解 可能家长同学有听过AACSB 那AACSB我们刚刚管院大使也有介绍过 AACSB是一个商管学院的一个认证 这是一个全球的认证 然后认证说我们的商管学院的教学品质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 那我们从2011年到现在 就是有15 经过三次的认证 确保说我们原置管院商管学院 在每年的教学品质上是没有问题 那这个是全球前6%的商管学院 才得到这样的认证 另外呢 要跟各位家长同学介绍就是我们原置管院的组织架构图 从这边你可以看到一个很特别 我们原置管院跟其他学校很大不同的地方在于 我们是管院不分系嘛 所以可能同学家长有听过 那什么叫管院不分系 就是其实我们是以院为一个单位 那所有的东西呢 在院内的资源 大家都是共享的 所以我们可以提供给同学家长的一个资源 基本上不是每一个系层级 我们是以院层级来看待这件事情 所以看如果以整个学习历程当中来看 你可以发现我们原置管院提供的学习历程 是一个非常完整 从大学部有学士班 还有有学士英语专班 所以各位家长同学坐在这个教室里面 基本上就是不同的主修 包含学士班跟英语专班 那通通呢 坐在我们原置管院下面 那另外我们还有呢 这个硕士班 那硕士班呢 有MBA跟财经会计 那同时你可以发现 就算在大学部 我们有中文授课的学士班 跟英语专班是英文授课 我们在硕士班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下面 也有英语专班学成 所以我们不管是在大学部硕士班 都会有中文英文 中文授课跟英文授课 所以从这边看出来 可以发现 其实原置大学 尤其原置管院 我们是非常注重国际化 那所以在同学的学习教育上面 我们会呢 除了中文部分 还有英文的部分 那看同学的需要 基本上你要做任何的选课 其实是没有任何的限制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就是 我们是在管院下面 提供所有的资源给同学们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下面的办公室 有教学 有教师学群办公室 还有ASSD办公室 还有国际事务办公室 GR办公室 以及双语教学推动中心 那这些东西呢 都是在管院下面 所以各位同学 不管你来自于哪一个主修 基本上我们提供的资源 都是以院为单位 来提供这样的相关的资源 那你可以发现说 那以院为单位 来提供这样的资源 对同学有什么差别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以老师来讲 那跟同学最密切接触 应该是老师嘛 所以呢 以院为单位 来提供相关的资源 对同学来讲的好处是 我们现在院呢 目前有61位老师 来自于不同的主修 那最右边呢 是四位我们目前有的外籍老师 来自于意大利 越南跟马来西亚 那我们这学习 还有在新聘一些外籍老师 正在进行当中 所以对于同学来讲呢 享有院层级的资源 就是其实基本上 这61位老师 都是同学的老师 我们没有分说 你是一开始主修是财经 所以你只能跟财经的老师接触 那你一开始主修是 数位行销与人力资源 你只能跟数位行销与人力资源 老师接触 没有 就是这61位老师基本上都是同学的老师 那同学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找不同的老师 不同的专业领域 然后做不同的互相的互动或咨询 都是没有问题 那右边呢 是我们的外籍老师 所以就从这边也可以发现说 其实原置管理 我们是非常注重国际化的部分 那所以希望呢 增加越来越多的外籍老师 那我们校长说他的目标是未来五年内成为全台湾最国际化的大学 所以目前在朝这个目标前进 那也因为我们是以院成级呢 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个是呢 呃我们呢 刚刚说很注重国际化嘛 所以你可以发现教育部呢 双语化学习计划 在原置大学当中呢 三个学院申请到双语计划 其中管理学院就包含在这个部分 那细节的部分 等一下会请一如主任再做详细介绍 跟于双语化学习计划的一些相关的资源 可以提供给各位同学 那同时呢 可以发现说呢 呃 远见杂志也调查说 我们在硕士起薪的部分呢 管理学院获得冠亚军 那大学起薪的部分呢 管理学院也在全国前思想 那这个呢 这边是远见跟伊林市做出来的调查 结果发现 以商管学群当中 就是大学毕业起薪嘛 就是读完四年之后 刚毕业那一课你可以拿到的薪水 你可以发现呢 领先群呢 就是台大政大成大清华中央 那在第二小幅领先群呢 就有原置大学 所以呢 我们呢 希望呢 呃 我们基压办公室主任就有说 他希望在呢 同学经过原置管院四年之后 的毕业的那一刻 他可以拿到更高的薪水 那所以目前我们虽然在小幅领先群 但是我们的目标呢 会希望呢 以后呢 可以慢慢的到 再更前面一点 那这是大学的部分 那这是研究所的部分 在失效的我们毕业起薪的时候的排名是呃 失效的第一 那这薪水的部分 那这个是呢 我们在教育排名方面呢 你可以发现会计财经在失效是排名第二的部分 那这是我们院长在呢 呃 科学影响力排行榜呢 他是有入围前百分之二的顶尖 学术科学家 那另外第二个呢 因为时间的问题 我就可能介绍一下 就是另外的另外一个特色部分是学程 如刚刚所说的管院不分系嘛 那什么何谓管院不分系 主修代替系所 跟我们呢 学制学程有关系 那我们学制学程的设计 是希望让同学可以同行有国际化 产业化 弹性化多元化 那怎么样达到国际化 产业化弹性化多元化呢 就是呢 我们呢 基本上 虽然同学现在可能会选 我的主修领域是 国际企业管理 或是我的领域是 财经或会计 但你现在这一课选择的时候呢 可能你还不是很明确知道 你未来是不是 来走这条路 所以呢 我们希望给同学 在多一年的时间可以思考 所以我们在大一的时候 基本上修的课都是 校跟院 管院共同必修 等到大二的时候呢 同学可以根据自己 经过一年的学习之后 再重新选择 同心选择你觉得说 那我可能当初的选择 不是我后来现在想要做的 所以在大二的时候呢 你可以确定下来 你的主修领域是什么 那大二大三呢 修完你的专业相关的课程之后 我们大肆是希望呢 同学呢 可以培养你的国际动力 所以你可以呢 专注在实习双联或交换的部分 那同时呢 可以发现我们呢 选择主俯修 那四大主修八大学成呢 就是呢 可能同学呢 选的是数位行销 人力资源 国际企业管理 财务金融或会计 但在四大主修下面 我们有八大学成 那这个学成呢 的设计呢 会根据呢 就是当前时代可能需要的一些专业 做一些调整 所以四大主修八大学成 这个是学士班的部分 可是刚刚说 都是在院管院的底下 经营这些所有的事情 所以换句话说 主修代替系说 你未来进来之后到大二 你要做任何的调整转换 都没有任何的限制 这是我们希望提供给同学的 弹性化以及多元化 那选了 其中你选了一大主修之后 我们希望你可以跨域 那学习更多 不是只有专注在你单一的专业 所以我们会希望 你除了选了一个主修以外 那根据这边 你再选择一个辅修 所以呢 才会有一组修一辅修 那目的是希望 经过一组修一辅修之后 同学呢 可以呢 学习的东西 除了专业化 还会跨域多元化 那同时呢 希望同学在毕业的时候 毕业就就业吧 那毕业的时候 起薪可以高一点 我们希望在学习当中 就可以呢 让同学呢 可以有接触更多的产业 所以我们会有呢 同时在学程设计上 会有产业学程 跨院学程 跟跨校学程 那这些的任何选择 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限制 就是根据同学你的需求 你可以做你个别自己的选择 所以我们有产业 跨院 跨域 跨校学程以外 我们学校还有企业书院 那企业书院 就是跟特定的企业 共同设计 一个学程 那同学可以呢 根据呢 你的需求呢 选择企业书院的 相关的课程 那选择修完课之后 可以得到相关的证照 同时也可能呢 就是直接就进入当 那个企业就业 那还有呢 我们学校国际化吧 所以我们有国际书院 国际书院呢 包含就是每个学院呢 会有英语专班 所以要我们管理学院 也有英语专班 所以呢 如果呢 你想要呢 增进你的英文 你要去修英文课 也没有问题 你可以到国际书院 修相关的英文授课的 专业课程 那另外呢 我们呢 学校最近呢 跟三朵云 那是三朵云 就是Microsoft Google 跟Amazon 那这三个三朵云呢 合作 合作设计相关的 城市设计的课程 所以同学如果做专业课程 英语课程 还有城市设计语言 那你要修相关的课 我们提供相关的课程 那这个呢 基本上三朵云在 同一个学校合作 在目前只有在原子才有 就是可以跟 Google Amazon 跟Microsoft 同时的合作 那刚刚有看到我们管院呢 师资基本上 你会发现我们61位老师 目前还在增加当中 其实我们老师 其实是非常用心 所以可以发现说 我们老师在设计课程当中 基本上是希望可以有 里面的内容 可以呢 不断的创新 然后让同学可以学习更多 那这个是我们财经的老师呢 在去年呢 在FMA就是一个全球 就是一个FMA教学创新奖的时候 他达到全球第二名 那这是在教学不同的创新 除了财经的部分以外 我们还有就是英语授课的 教学的一些特色课程 还有永续 那你可以发现我们有很多不同的 创新教学是希望可以提供给同学 那这是刚刚说的呢 很特别的一个部分是 我们刚刚说管院的组织架构下 有国际事务室 极牙办公室 跟EMI双语推动中心 那这个是非常特别的是 全台湾很少有学校 有这样子就是呢 这样的办公室设在院层级 那设在院层级的好处是什么 同学可以得到资源是两份的资源 那两份的资源包含什么 一般来讲这样的办公室会设在校层级 那校层级的话你就是呢 学校提供这样的相关的国际交流的机会 或企业实习的机会 你要跟全校竞争 那我们管院呢 同时提供这样的机会 所以同学会有两份的机会 你同时可以申请校的 可以申请管院的 那这就是呢 在原置管院的好处是 你的资源可以享有两份 所以呢 简单来讲呢 在国际交换的国际交流部分 你可以发现 左边呢 是校层级的学校 右边是院层级的学校 所以同学以后 如果想要重新任何的国际交流部分 你可以申请校的 也可以申请院的 最后你再抉择 你想要去哪里都可以 那这个只是列一部分而已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 因为原置大学就是非常地中国际化 所以我们在国际交流部分 签署了非常多学校 所以这只是一部分的 的内容 那这个是呢 在交流的部分 可以有这么多 另外在7月实习的部分 同样的我们也是有 管院的职业办公室 会希望说在同学就业的时候 大事的时候 可以增加很多实习的机会 所以你可以发现 我们有产业学程实习 有大事7月实习 还有海外实习 还有暑假实习 那这些资源呢 基本上我们家办公室的秘书呢 会定期的发信给同学 所以同学只要收信 你就可以发现 你有很多 7月实习的机会可以申请 那当然里面包含什么 包含远东 我们跟远东集团 有A计划 B计划 那A计划就是呢 培训人才 就是呢 毕业级就业 所以呢 到远东集团大事的时候 实习之后 如果呢 你觉得你喜欢 你可以呢 毕举呢 就是就业 那另外呢 熟悉实习就是 暑假的时候 你可以做 的实习 那这个是远东 当然我们不是只有远东 我们有跟其他的企业 也有不同样的实习的机会 还有呢 海外实习也有 还有海外国际志工都有 那所以呢 这边只是简单介绍给 各位家长同学知道说 其实远日管医院 我们提供非常多的资源 希望让同学在 这四年的就业当中 可以呢 经有这样的充分的资源 那可以呢 在这四年当中 获得足够的成长 那在毕业时候 我们当然是期望 就是毕业的起薪 就是相较于 其他学校来的高 那这是我简单的介绍